结束休斯敦式拼赛新加坡WTT世界杯总决赛的赛事 国拼满载而归 目前国拼教练组球员后勤人员已经回到山东威海训练基地 开始了为期21天的医学隔离观察 二届赛是7个冠军 除了式拼赛男双金牌 国拼收获了6个冠军 其中有些项目 国拼更是提前包揽了冠亚军金银牌 更为可喜可贺的是 国拼没有派出老将马龙、许昕、刘诗文等人 而是派出樊振东、陈梦率领新生代球员出征 比如孙颖沙、王曼玉、王楚清、梁静坤等人 在式拼赛之前 国拼非常低调 表示做好了交学费的准备 没想到 国足在式拼赛上大杀四方 反而 日拼乱势汹汹 结果一轮之后 张本志和等人相继一轮游出局 可惜 在辉煌战绩的面前 在国拼队伍中 孙颖沙却没有一名主管教练 2021年WTT世界杯总决赛 孙颖沙表现稳定 打破三大赛无关的历史 夺取冠军 要知道 孙颖沙拿大满亚的尴尬记录 2020年世界杯 孙颖沙不敌陈梦 得到世界杯亚军 2021年东京奥运会 孙颖沙不敌陈梦 得到奥运会迎台 2021年陕西全运会 孙颖沙不敌王曼玉 得到全运会亚军 2021年休斯顿时拼赛 孙颖沙不敌王曼玉冠军 得到世界赛亚军 终于 2021年新加坡世界杯总决赛 孙颖沙战胜王一敌 得到冠军 孙颖沙 真的太难了 特别是国拼内战 孙颖沙往往受到 没有主管教练的影响 被队友研究透彻 更为可怕的是 孙颖沙常常自己一个人练球 一个人捡球 这样的情况 真是让人感觉一些忧伤 但是孙颖沙没有因为没有主管教练而泄气 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更为重要的是 孙颖沙从奥运会开始 外战无败己 可惜 这样的孙颖沙 居然没有分管教练 对于球迷来说 孙颖沙是中国国拼女队的未来之星 未来的领军人物 据悉 刘国梁指导曾经在温州集训之时 曾经给媒体球迷承诺 在休斯顿试拼赛之后 要安排指定分管教练给孙颖沙 可惜 到了世界杯结束 孙颖沙的分管教练依旧没有着落 孙颖沙联手杀神陈己 只是一场比赛 也就是WTT世界杯年度总决赛一场比赛 之后 陈己返回了国拼南拼 作为球迷 我们希望孙颖沙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我们希望孙颖沙好好努力 为国争光 有球迷表示 希望孔颖辉指导回归国拼 帮助孙颖沙 不知道这样的想法 能否实现呢 遥想当年 刘国梁指导和孔颖辉指导 一个指教国拼南队 一个指教国拼女队 两人帮助国拼走向辉煌 目前 随着丁宁退役 国拼现役女队 没有一名大满贯选手了 陈梦差一个是拼赛冠军 王曼玉没有奥运会冠军 世界杯冠军 孙颖沙只有世界杯冠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